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过大结局的朋友难免会有点一难平 男女主的情感现一路的波折重重 好不容易终于在一起了 结果女主摘星最后却居然领了盒饭 听剧中旁白的意思 男主不亡也跟着去了 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 真是要有多遗憾就有多遗憾了 《狼殿下》另外有个小说版本 据说是根据拍摄时候的剧情写的 不过结局和剧版明显不同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看到剧版的《狼殿下》 其实也做了大量的删减和修改 原来的剧情和现在大家看到这版本 也有很大的不同 剧中男女主之间反复纠结的爱恨情仇 看到大家是无语宁验 其中最大的槽点之一 就是不枉对于女主养父一家 被灭门一事不知情 但是被女主误会的时候也不解释 在观众看来完全就没有必要 但小说中 马府灭门一事就是不枉一手操办的 只是因为听到了女主的铃铛声 认出了他才救下了女主 所以面对于女主有深深的负罪感 如果按照这个前提 那么女主的恨和男主的愧疚逻辑上 才会更行得通 这种马府灭门这个片段 只是在旁白当中匆匆交代了一下 说不枉不知情 但楚葵下命令的镜头却并没有出现 因此合理的怀疑 其实原本的剧情也是安排了 男主灭门的情节的 只是后来删除改动了 所以也让观众看了是一头雾水 不晓得男主为啥不趁早 去澄清误会呢 另外小说中狼仔醉牙之后 进入到了黑潭 中了受毒 导致不枉见血会兴奋 试杀妙 受毒于狼骨 花卉毒发 症状就是双眼充血 皮肤青筋壁线 露出全齿等等 此前预告片里边出现过 不枉眼睛变红 皮肤上浮现了黑纹的样子 还有她是穿黑衣 批月而下 扑到镜头面前 突然化成了一头狼的画面 应该呢也都是毒发症状吧 不过这些状态 在现在的剧版当中 却都没有呈现 也就是说原本的不枉人设 一开始是试血善杀的 跟着楚奎确实作恶了 剧版给男主的人设呢 是美化了不少 但造成的结果就是 剧情逻辑严重不通 观众看起来相当的费解 剧版的结局 吉冲和宝纳一起浪迹天涯 而小说当中则是 宝纳要逼婚吉冲 而吉冲找到了隐居的摘星 回忆起姚基当年 要走了不王的尸身 吉冲说 有人看到过很像不王的人 怀疑不王还活着 要陪摘星去找不王 这有人分析呢 应该是姚基用掉了 救不王的第二次机会 以命换命让不王复活 可能这才是 生死同命的真真欲饮 小说中男女主都还活着 结局呢也更让人看到希望 不过男主的人设 就明显不如剧版那样的 天性纯良了 毕竟男主是真的 害了女主的养父一家 让女主和真正的杀父仇人 虐恋情深 怕是观众们更不能接受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并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